這裏請人,那裏請人 全部都是餐廳食肆,難道是人工低請不到人? 不像,最近新蒲江一間準備開張的梁宋飯店 就在網上2月新18000請甲宋姐姐 鐵文一出簡直震驚網民 不少人都沒想到甲宋可以禁告人工 究竟這個鐵文是惡搞還是真有其事? 有梁宋飯店負責人就拆解萬八月新之密 一時薪計60元每日10小時 翻租30日便有萬分 一般都是找不到的,休息就要放假 多數都要放假,不是每個人 60元的時薪較法定最低37.5,高出六成 多餘似乎相當優厚,不過業內人士有苦自己知 這兩年多飲食業的衝擊很大 那些人手很多流失了,甚至轉行 做保安的人,要賺錢的去建築地盤 報復性消費,飲食好像一片興旺 所以人手很緊張 現在又適逢酒席年尾,擺酒婚宴那些多了 酒店那些他們拿到價錢 請不到人,由六十元七十元一個小時 每小時計算,搶到過百元,甚至百二元都出道 我們餐飲,那些下午白冷水漲船部 那些人工保釋 那些兩餐飯開多了,人手不夠找不到 總之,你香港玩不懂的也好,你懂夾菜 就行了,教你怎樣夾菜 都給到一萬多元 有老闆為求搶人,不懂攪盡老汁 肯定你要加薪資 高生來聘請 介紹費 你介紹過來,人又人又 叫姨媽姑爹來,不懂也不要緊 你介紹的,我給你一千元一個人 或者兩千元一個人,也有 找回舊員工 有些人說,我六十多歲了,我退休了 或者怎樣,都找回 老闆高生搶人,從業員深金 理應水漲船高 不過事實又是否這樣呢? 實在我們現在的收入 等於疫情之前是一模一樣的 人工是沒有多到的 只不過工作量已經大了 因為主要問題就是 之前已經減了人手 現在再請人手,出現了困難 雙倍請人工 本來那份工是四個人做的 今天請到只有兩個人 如果那兩個人 可能不會不肯做 收回兩份人工 老闆便要付回那兩份人工 即是要兩個人做四個人工 收四份人工 國雲卿亦都覺得 正因為早前飲食業裁員 或者長時間放無薪假 令很多已經轉行的 從業員心灰意難 不願意回頭 一生意沒有的時候 老闆便不用我們的工友 平身留職或者放無薪假 我們是沒有收入的 但是有些人要養一頭家 如何生活呢? 他做了不同的行業 他又有前景的 或者他能夠保持穩定的收入 他現在可能是少些人工 但是他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譬如我們現在少了人工 他可以申請到公屋 以及各方面的福利 譬如保安 保安的人工 也不是距離我們那個行業的人工 太多 因為他們本身都有萬二三元的人工 如果我們的姐姐 如果做樓面的 她都是共上客人工 我們做出品部 也可能比較多人工 但是如果我們做過那份工 可能是舒服很多 不會是